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默克生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解答一下 有一些网友他关心的 说打个比方讲你如果在一个地方住车三四天 或者时间更长一些 你怎么夏天能保证你的空调各项设备用电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个或者几个这样的小油桶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去加油站加油 最需要用那种铁皮的油桶 不能超过十升的 十升以下 因为加油站最多给你加十升 然后我买的是五升的 为什么买五升呢 它比较好放 你去新疆去西藏啊 这种东西还是不上带的 知道吧 还有一个就是在车里边 这种五升的桶啊 比较灵活 你没必要非要我一次性能买个十五升二升的 我看到有些网友买这么大的也没有用 人家也不给你加油 有那个想法你还不会多买几个这种五升的 分散开 也比较好放 因为加油站给那个油桶加油啊 但是有些加油站可以加 有些加油站还不可以加 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碰到给加油的加油站 那么你就多加几桶油就可以了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再一个呢就是说 我一般呢如果像中的一个住车的地方啊 我会提前把我的这个车加满油 我有个抽油神器 在车是满油的状态下 可以抽出些汽油来 所以说我也不需要那么多汽油桶 我要用的话 我又从那个车里往外抽 它两个加起来差不多将近十升油了 所以说我采取这种办法呢就比较灵活 在外面住个三四天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没有动车 而且啊可以保证我天天都在用电 没有任何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使用发电机啊 其实发电机的作用太大了 它不光能发电 它解决了你比如说 我有个汽油炉 从车里抽油吧 不论你怎么抽 它还是不太方便 有些车有啊 那个车的发动机这个位置啊 快高油那挺危险的说实话 尤其是在夏天天热的时候 有了它就OK了 因为啊这个发电机它可以放油 我们比如说它加满了油 有碰到有些地方 它不给这个汽油桶加油 怎么办呢 我们给发电机啊有 发电机也是全国绝大多处地方 它都给加油 只有个别地区 它不管你是发电机还是汽油桶 它都不给你加 那我们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从发电机里 往外这个倒油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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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没有 就这么个油管 OK了 演示完了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说通过实践才能知道这个发电机 它到底好用不好用 而不能说像有些网友 他就凭自己的想象 他没有用过吗 他不知道 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就是想象 你这个发电机怎么也不好 我反正用了以后 我感觉挺好 因为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 我们就是说 扬长必短 把它的优势发挥出来 它的不利的方面 我们想办法去克服它 就可以了 用起来就非常舒服 你非要去排斥它 就不想用它 那你只能去想别的办法 也许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只要适合你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发电机比较适合我 我用起来比较舒服 它解决了很多问题 甚至包括我的车 万一没油了 这一点油就够我跑到加入站的 要是去新疆 西藏这种地方 有两个这么小油桶 走到哪里都不害怕了 加入站不可以加我们从车里抽吗 也可以把它灌满 只不过就是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些 尤其是汽油桶 夏天的时候 特别热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风险 所以说我夏天 如果不是在一个地方住三四天 我是轻易不用的 有发电机这些油 还有这个从汽车里抽到那些油 就够用了 那么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